一位老人突然打电话报警 声称自己将儿子打死了 怀有身孕的儿媳 不但不为丈夫伤心 反而替公共求情 究竟什么矛盾 使得儿子持刀指向家人 最终又因何命丧父亲的棍棒之下 悲剧父亲荒唐儿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在2018年的3月 南方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了一通不同寻常的报警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 沙哑的男人的声音 话语颤抖地说 警察同志 我把我儿子打死了 你们来抓我吧 原来报警的人 是何家屯的农民何大北 警察到达何家屯时 何大北家是乱臣一团 救护车停在门口的院子里 昏暗的屋子里 医生们在收拾急救的工具 何大北呆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一言不发 两个女人围在她的身边 年老的女人是她的妻子 左玉兰 年轻的女人是她的儿媳奖励 而何大北的儿子何鹏 此时躺在地上 被医生认定为当场死亡 已经被盖上了白布 警察还没来得及问话 何鹏怀孕九个月的妻子奖励 就扶着大肚子上前 哭哭啼啼地说 警察同志 请你们不要带走我公公 这事儿不怪她 左玉兰也上前请求警察 不要抓走丈夫何大北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何鹏是左玉兰的儿子 也是奖励的丈夫 然而见到警察后 这两个女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 想为何鹏的死讨个说法 反而是在为凶手何大北求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经过警察的讯问与调查 事情的真相才逐渐被揭开 原来问题并不是出在父亲 何大北的身上 而是出在了儿子何鹏的身上 何大北一家是何家屯 土生土长的农民 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 何大北和妻子左玉兰 个性爽朗踏实肯干 乡里乡亲只要打声招呼 两人就会热心帮忙 村里就没有不喜欢这对夫妻的 可对他们的儿子何鹏的评价 就不怎么好了 何大北老来得子 取名何鹏 何鹏是家里的独苗 夫妻二人对何鹏是有求必应 从小到大 这何鹏就是夫妻二人的心头肉 虽说夫妻俩在何鹏身上 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但何鹏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他脾气火爆 从小就很叛逆 不仅不爱学习 还经常和同学打架 何大北为了何鹏的事 没少到学校跟老师求情 初中毕业后 何鹏没考上高中 何大北深知 何鹏如果就此辍学 可能因此会一无所成 他咬牙掏钱 供何鹏去上了县里的私立高中 没想到 何鹏不仅没有珍惜 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反而因为远离了父母 玩得更起劲了 一直是连着留了两级 才勉强拿到了高中的毕业证书 高中毕业后 何鹏信誓旦旦地说 要留在县城打工 他向何大北夫妻保证 不做出一番成绩 绝不回家 然而在外打工一年多后 何鹏尝到了工作的不易 他无法忍受 起早贪黑的单调工作 和那入不敷出的微薄收入 最终还是决定 回到村里 不过何鹏对父母说 自己这次回来 是想要继续学习 参加高考的 然而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他除了第一个星期 还能坚持看书 之后的每一天 都睡到中午才起床 吃饱饭后 就开始玩游戏 没有一点要学习的样子 左玉兰多说他两句 何鹏就大吼大叫地发脾气 看样子 读书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这时 左玉兰有了一个主意 他说男人结了婚 有家庭之后就有责任感了 何大北一听 与左玉兰一拍即合 两人打定了主意 准备托人给何鹏物色相亲对象 本以为完心中的何鹏会排斥相亲 没想到何鹏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不仅积极地询问有哪些相亲对象 还向左玉兰提出他心目中妻子的形象 要高挑 肤白 大眼睛 高鼻梁 最好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 左玉兰一听何鹏这些要求 马上就明白了 儿子哪里是要相亲 根本就是已经有了一中人 想让他们老两口帮着说媒 在左玉兰的追问下 何鹏不好意思地承认 自己确实有了心上人 这个人名叫李妹妹 她是隔壁村的女孩 与何鹏是在县城打工时认识的 李妹妹思想成熟 性格活泼开朗 深得何鹏喜欢 自己回家复习 重考大学 也是在李妹妹的支持下 做出的决定 何大北夫妇了解到儿子的心思后 很快找了中间人说媒 然而 关于彩礼多少的问题 却成了两家人 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坎 李妹妹的父母提出 要二十万的彩礼 这是何大北家 完全无法承受的数字 何大北亲自登门拜访 商量彩礼的数额 没想到李妹妹的父亲 非常坚定地说 大北啊 也不是我瞧不起你家 没钱就别张罗着 给儿子娶媳妇啊 我家美美可是不愁嫁的 追求的人那是排成队的 倒是你儿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在家啃老 这让我怎么放心把女儿嫁过去 何大北一听这话急了 虽说自己平时对何鹏在家啃老的行为 也很不满 但何鹏毕竟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有些话自己说得 别人说不得 本来他还打算想办法再凑点钱 一听李妹妹父亲这话里有话 瞧不起何鹏的意思 何大北一冲动 直接说 行 这样的亲家 我们也高攀不起 这婚 我们家不提了 何大北说完这话 着实是出了一口气 可回家后 知道提亲未尘的何鹏 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何鹏催着父亲何大北再去提亲 何大北却不忍心 把李妹妹父亲的话告诉何鹏 怕他受打击 只是说 彩礼太高了 我们家负担不起 不管何鹏怎么哀求 何大北都不再理会 儿子提亲被拒后 嫌弃家里寒酸 还怨恨父母 父母为儿子再说亲事 他勉强答应结婚 婚后态度恶劣 儿子拿着所有积蓄去创业 意外遇上前女友 他又将动什么歪心思 悲剧父亲荒唐儿正在播出 何大北自以为他的沉默 避免了何鹏受打击 殊不知 一颗仇恨的种子 早已在何鹏的心中 生根发芽 何鹏痛恨家中的贫穷 痛恨父母只是农民 没有给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天 在饭桌上 何大北一不小心提到了 李妹妹家 指高气扬 要采礼的事 本来是个随意的发泄 谁知何鹏听到以后 一句话没说 攥紧了拳头 狠狠地砸向了 吃饭的餐桌 桌上的碗筷 碟子都被震到了地上 他仰起拳头 对着何大北大喊 都是你的错 都怪你们 害得我娶不上老婆 看到儿子这种举动 何大北多年的怒火 被点燃了 他一个巴掌 扇在了何鹏的脸上 何鹏从小没挨过父母的打 他急红了眼 居然举起凳子 就朝何大北扔过去了 幸亏何大北躲闪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何大北和左玉兰 看到何鹏激动的样子 没敢再吭声 看着何鹏走进房间 砰的一声 关上了门 从此以后 何鹏和父母就结下了梁子 除了开口要钱 没有任何沟通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何大北夫妻俩 为了何鹏操碎了心 两人合计 还是有必要给儿子 再物色一个对象 他们只希望 何鹏能够安顿下来 不再这么容易动怒 他们希望 有了家庭的责任感 何鹏会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何大北夫妻 小心翼翼地跟何鹏商量 想再给他说个亲事 遭到何鹏的强烈反对 他心里还惦记着李美美 不久后 何鹏听说李美美进城打工了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李美美的消息 他才逐渐接受 再次相亲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回 何大北夫妇可算是找到了心目中 满意的儿媳人选 那就是同在何家屯和何鹏 一起长大的蒋利 蒋利的母亲走得早 父亲又长年在外打工 虽然蒋利读完初中就辍学了 但他下厨做饭 照料农活是样样难行 彩礼方面也只是象征性的要一点 难得的是何鹏这一次竟然接受了父母的安排 与蒋利办理了婚礼 何大北还以为何鹏终于忘了李美美 其实何鹏之所以接受蒋利 仅仅是因为他笑起来有两个甜甜的酒窝 和李美美的酒窝一模一样 蒋利自小单亲家庭 从小到大得到不少何大北夫妻俩的关照 如今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蒋利把公公婆婆当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不仅时常关心两位老人的身体 还三天两头地为他们添置家具和换祭衣物 简直比亲生女儿还要体贴 婚后不久 蒋利有了身孕 何大北夫妻照这个消息后 笑得何不拢嘴 而何鹏也借机宣布 为了孩子准备创业赚钱 何鹏说 他有一个高中同学的家人 在省城经营着几家奶茶店 生意红火 他觉得在县城开奶茶店的商机也不错 可以直接加盟老同学家的奶茶品牌 说只要凑到了前期费用 用不了多久 自己也能发财了 蒋利对这个创业计划将信将疑 但何大北和左玉兰却非常的支持 只要儿子能开始干正事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根本没想太多 就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支持何鹏创业 何大北夫妇满心期盼着儿子能够创业成功 并且逐渐成熟起来 改掉自己的暴脾气 然而二老的梦想却很快破碎了 随着何鹏开始创业 暴脾气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从此何鹏开始忙碌地张罗自己的奶茶店 他几乎天天泡在县城里不着家 一回到家便要求蒋莉为他准备好酒好菜 蒋莉偶尔抱怨一两句 何鹏便不耐烦地冲蒋莉大吼 有一次蒋莉劝何鹏少喝点酒 还被何鹏拽着头发往墙上撞 蒋莉当时有韵在身 只好一忍再忍 而越是容忍 何鹏越变本加厉 喝酒打骂几乎成了这个家庭的日常 何鹏我行我素 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投资的奶茶店什么时候开张 一直没个种线 他陆陆续续以各种理由 让何大北夫妇俩出钱 将父母都掏空后 又把主意打向了蒋莉 蒋莉对何鹏的态度本就不满 眼见何鹏根本没关心肚子里的孩子 脾气也上来了 对着何鹏就说 你心里就没这个家 我就算有钱也不给你 没想到这话才说完 何鹏冲着他就是一个巴掌 蒋莉半边脸瞬间红肿起来 他捂着脸走向了卧室 泪如雨下 而何鹏突然转变了态度 跟着蒋莉走向了卧室 委屈地说 蒋莉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实在是被逼急了 现在奶茶店还差一点钱 就可以开了 你不能让我半途而废啊 我也是为了今后赚钱养孩子的呀 蒋莉哭了好一会儿 总算停了下来 想到何鹏忙活着奶茶店 也是为了孩子 心也就软了下来 决定再给何鹏一次机会 便从父亲给自己的私房钱里 拿出了五万元给何鹏 只希望这个奶茶店赶紧开起来 让一家人的生活步入正轨 然而蒋莉并不知道 他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因为何鹏的奶茶店开张后 根本没有什么顾客 和自己设想的红火生意 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何鹏并不服气 觉得自己有店铺 有原料 有人手 是店铺装修 不太能吸引人 而导致生意不好的 心高气傲的何鹏 决定把店铺装修再次升级 但装修的钱是个问题 知道向家人借钱 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 向银行贷款又不具备条件 便通过朋友借了高利贷 一鼓作气的 又把开了两个月的店铺 重新装修了一番 何鹏隐瞒已婚情况 不顾一身债务 将奶茶店收入全花在前女友身上 眼看债务到妻 何鹏怕前女友知道他被催债 回家让妻子卖房还钱 为达到目的 何鹏拿刀威胁妻子 老父亲为酒儿媳 慌乱中闹出人命 老父亲的行为该如何界定 悲剧父亲荒唐儿正在播出 就在何鹏打算干一番大事业时 竟然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李妹妹 这回何鹏在醉意气分发的时候 又碰到了当年爱而不得的心上人 心花怒放 得知李妹妹还没有结婚 何鹏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 试图与李妹妹重新开始 并把奶茶店的收入 全部花在了李妹妹身上 完全忘记了 开店的钱都是东拼西凑借来的 也完全把奖励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抛在了脑后 本来何鹏以为升级装修 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没想到这一大笔钱投进去 生意没有任何改观 只在开业酬兵的那一个月 有些销量 之后又变得冷冷清清 眼看和高利贷借款的 最后还款期限到了 何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放高利贷的人 已经来店铺催过一次了 他很担心 被李妹妹看到自己被催债 那样自己富裕的假象 就无法维持了 他回到村子里 先和妻子奖励商量 让奖励啊 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再去外面借一些 他撒谎说 自己的奶茶店生意不错 要开第二家连锁店 奖励一口拒绝了何鹏 这是何鹏设想过的结果 接着 他又搬出了第二个方案 说卖掉现在住的新房子 自己和蒋莉搬回祖屋和父母住 听到何鹏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蒋莉的反应格外的强烈 蒋莉原本想着 何鹏开奶茶店是为了孩子出生后的生活有保障 可是忙活半天 一分都没拿回来 还不停往外拿钱 甚至要卖房 何鹏口中的生意 就像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 他们今后的生活 怎么办 蒋莉极力地反对 何鹏气得是咬牙切齿 看到何鹏要发火 已经领教过的蒋莉害怕极了 捧着大肚子 就往公公婆婆的房子走去 看到蒋莉往外走 何鹏恶狠狠地叫蒋莉停下 蒋莉一看着架势 哪敢停啊 一路快速走到公婆住的院子里 肚子已经有些不舒服了 她大喊 妈 妈 这时 左玉兰听到媳妇在喊自己 急忙赶了过去问 怎么回事 这时 何鹏也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指着奖励就要骂 左玉兰赶紧上前 劝说何鹏 没想到何鹏对着母亲就说 别拦我 再拦我 就连你一起打 左玉兰看儿子这个样子 急得大喊 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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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出来 出事了 何大北听到声音 急急忙忙从里屋出来 忙问怎么回事 何鹏也不解释 只是放话说 要么拿钱 要么卖房 否则 否则今天和奖励 你死我活 说着 还从厨房里拿来了菜刀 指着奖励 何大北知道儿子一向叛逆 可没想到 如今竟然拿刀在威胁儿媳 看来这小子今天必须得教训教训了 他用脚把何鹏半倒在地 朝何鹏身上踩了几脚 刀掉到了一边 何鹏挣扎起身 抄起凳子 想砸向何大北 何大北顺势拿起了手边的木棍 朝何鹏打了过去 刚好打中了何鹏的头部 何鹏倒地不起 没有了动静 这时 何大北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急忙拨打了120和110 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 蒋力作为何鹏的妻子 左玉兰作为何鹏的母亲 都出具了谅解书 表明谅解何大北的行为 公安机关很快将案件 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院指控何大北犯故意伤害罪 然而何大北认为 自己是为了防止何鹏伤人 而做出的过失犯罪行为 不是故意犯罪 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那么何大北的行为 究竟应该构成何种罪名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点 过失制人死亡罪与 故意伤害罪 我国刑法第233条 过失制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令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我国刑法第234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 制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制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制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本法令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从以上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 过失制人死亡罪 和故意伤害罪 最大的区别在于 过失制人死亡 主观上是过失 因疏忽大意 没有预见 或已经预见到 而轻信能够避免 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 属于过失犯罪 而故意伤害制人死亡 主观上是故意 明知 积极追求危险后果的发生 而对他人所实施的伤害行为 进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 属于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主观恶性更大 因此二者量刑 也相差巨大 法院精神里认为 何鹏在与何大北对打的过程中 互有伤害对方的故意 因此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鉴于何大北具有自首 出犯的情节 本案中 何鹏也具有重大过错 何大北还取得了家属的谅解 最终对何大北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出了这么大的事 整个县城都传开了 李妹妹也通过朋友了解到了 一些案件的情况 他懊悔自己 亲信了昔日情人的谎言 险些把自己搭了进去 何大北和左玉兰也意识到 是他们这么多年来 对何鹏的宠溺 才导致了何鹏 有如今的冲动性格 蒋立向何大北和左玉兰表示 虽然何鹏不在了 但他永远是何家的儿媳 他会和他们一起 把何鹏的孩子抚养成人 观众朋友 何鹏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当有自己的担当 而不是通过暴力和欺骗的方法 去怨恨伤害家人 以冲动的暴力方式解决问题 结果带来的将是无穷的伤害 好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伙子想通过养牛赚大钱 却遭到村里人阻拦 另一男子养殖场出现猪瘟 为弥补损失 私下将死猪售卖 两个男人都是想通过养殖赚大钱 却都越过了法律的红线 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惩罚 养殖致富泡了汤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暴力卖来 tariff NE Instagram 优优独播出 欠伯独播出 澳门 刻